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这一节请来Jason做我们的嘉宾 Jason 你好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安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个别发展 上证综合指数升了13点 报3487点 湖深300升了13点 报4285点 新政成分指数跌了23点 报11296点 创业板指数跌了9点 报1728点 行指方面 做可升了132点 报32254点 国企指数升了84点 报13179点 大市成交有1625亿 Jason 今天港股表现比较反复 去到昨天历史高位之后 又再跌下来 不过凭着内访 腾讯、鲜宇、鲜宇的法力 港股尾段都倒升 升了132点 不过去看昨天外围 其实都出现了回调的情况 但今天行指的表现 都是这么强势 其实要再冲上去 机会是否很大呢 昨天外围有些轻微的回调 就纯粹因为大家都担心 究竟美国那边 就是众议院或者参业院 现在是否真的可以过到 一个临时的撥款方案 令到美国政府方面 就不用突然间要关门 那昨天就还在谈的 所以市况有些震荡 但是好像去到今天 就是早段的时间 都已经好像有些消息了 就说众议院那边 都应该有个叫 臨时的 就是预算的方案 是出了来 也都预期呢 参业院通过的机会是大的 所以如无意外呢 美国政府就不应 就是不需要说 即是未来要关门 那所以这一个 短期的一个 比较不明朗因素呢 如果未来掃除了 对于这个港股来说 都仍是会有一个的 推升作用的 那还有现在 就是现在常说 就说在内地方面 那个的资金 经常都来到香港这边 那看那个港股通方面 就是南下的北水 都见到那个金额呢 继续是有一个 就是强了一个 是真的升幅在那里 因为见到 昨天本身 那个港股通的金额 就创了纪录 成交方面都二百多亿 那剩流入那边 都有六十多亿 那今天来说 都保持着 这个数字 就可能是少了一点 但是都有五十多亿的剩流入 都算是不错 那最主要是因为 见到人民币方面 那个会价 继续是有一个 的升势 今早做呢 就直接是年六点四 这个关口呢 都升穿过 虽然之后回顺 一些 但是都是在一个 近期一个 强势的水平那里 在徘徊 那之前说的 就是说 当人民币 会价 keep 着升的 那很多些外来的资金 都会选择 是来香港这边 买回一些 就是中资相关的股份 特别就是本身 派息比较高的 那些股份 会更加受惠的 那也都解释到了 为什么最近这一段 那个市况的上升呢 就是靠一些 中资金融相关的股份 来到 带领 去到今天来说 都仍然见到一些 内银股啊 一些的 强势保险股啊 甚至乎之前都比较落后的 一些券商股呢 都是带了个市场来 就不单是恒指的 国子方面呢 就连于今天呢 都是连续十六日的上升 就是之前有一天呢 恒指的升幅就断了揽 但是国子其实在那一天呢 都没有跌的 所以如果说 算过升浪的保持来说呢 国子是更加厉害的 那去到今天来说 看到的成交 虽然叫做缩回一些 但是到最后都有一千六 即一千六百多亿呢 都算是近期一个的高位 如果你说短期里面 没有说一些很明显的风险因素 即是出来的 或者外围方面 没有什么特别的利淡消息的话呢 那我都相信这一段的升浪呢 暂时都还是未能够 可以猜到 那顶究竟在哪里住 RSI之前看的 就去到一个呢 超买区的了 但是通常超买 刚刚开市的时候呢 市就不会说立即回的 那反而就说 借着这个那么强的上升动能呢 未来的指数上面 都还有条件 可能向上升多几百点啊 至到可能一千点左右呢 才会有一些的沽压出现 所以现阶段 大家有货的 都还可以坐着先 但是当然你说现时 才再加码去追呢 风险就相对是比较大的 但是在这些的环境下呢 都是不建议这么快去到 主动开胆仓了 嗯 好啊 那我们今天呢 都首先讲一下一些 很强细的板块先 就是内房股 因为国家统计局呢 就公布了商品住宅销售数据 那个表现就非常之好 增长了有一成三 令到今天呢 内房股都被炒起了 华阳之地就升百分之七 中海外就升百分之五 而碧桂园就升百分之三 中金都说了 预计实体市场开连销售表现 会好过市场预期 而它看好呢 就是一些二三线的来房股 好像龙光地产 龙湖地产 他们今天的表现都很好 就是龙光地产就升了一成三 龙湖地产就升了百分之四 其实如果现在要部署的话 是否都是减二三线的来房股 那个盈利都会吸引一点呢 二三线来房股 固然它有一个优势 就是本身比较小一点 又或者可能在去年 买楼的基数还是比较低 兼且很多都是用一个很高杠杆来营运的 看到他们的财务负债比例 相对都比较高一点 所以当整个内地楼市 保持着向好 无论楼价有保持着升 你买的那个销售面积 亦都保持着增长 那自不然你越高杠杆的 你受惠的程度就越大 你所赚的利润的幅度 亦都会是越高的 但是风险同样地 都会是比较高一点的 因为当年你说 未来楼市有什么逆转的 你未来再推新盘的速度 是没有去年那么快 又或者楼价的升幅 似乎都算是去到顶峰 未来有机会回顺的话 那一些高负债的内房企业 就可能面对压力同样都大一点 特别就是要留意他们的现金楼 当年你说楼市有些逆方 卖楼的速度慢了 那可能对于现金楼来说 会有一个压力的 如果他们本身是用一个高负债来营运 那未来的融资压力 或者股票市场抽税的压力 都会是比较大了 那所以都见到这一段时间 有不少的内房企业 都在香港这边 就趁个价 抽了上去 就做了一个配股 那个别来说 那个配售股价的 折扬的幅度 都是比较大一点 那所以 现时如果要买一些二三线 或者三四线的内房股 你预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那还要留意 就说未来内地方面 整体那个调控的方向 会不会有些什么转变呢 最怕就是明明这几个月 没有问题的 就是调控没有见到加码 但是如果楼价 如果继续有个很疯狂的上升 或者那些新盘推售的反应 都还是很刺烈的话 那就有机会会触发到 一个新一轮的调控 那到时就不能够 完全说这个板块是没有风险的 所以现阶段要再高追一些 三四线内房股 就要看实 就是尽量都订回一些止泄位 还有入市的注码 都不要说设到太大注 那反而见到今天其实一些大只的 例如就是688 109这些蓝筹的内房股 都是有个很好的表现 那与其你说真的去拨一个很尽的风险 高追一些三四线内房 那不如可能考虑一些 相对股值是比较低 又或者财务状况都比较稳健的 蓝筹的公司 会是相对稳妥一些些的 好啊 跟着我们都讲一下一些圈商股 因为现在股市都这么刺烈了 其实内地圈商股都升了几天 继续向上炒 海通国际股价破顶 升5% 国泰均安就升8% 华泰也升3% 昨天海通也发了一个营起 预期上年年底的纯利 就会按年增长大概是8成 其实最近股市这么旺 会不会陆陆续续都会有很多券商 继续发营起呢 券商分可以说中港两地那些券商 刚刚讲的海通国际665 那它做的业务 反而在香港这边会多一点 去看的可能是本地方面的 港股的成交 还有IPO在香港上的 可能做一些保证人、包销商 这些投行的业务都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这一类的本地券商股 就坦白说过去那一年 市场就算升了这么多上来 但其实它们的股价就很多都没怎么动的 那例如665呢 本身它在去年一直 由8月份至12月呢 股价都是在4.3至到上面 大概4.8 就拉脚徘徊 没有一个明显突破的 直到去今年1月打后呢 我看到港股成交 叫做上千几亿了 甚至乎昨天都去到接近2千亿了 就令到股价叫做飙了上来的 那不单是说这一类 其他一些以本地业务为主的券商 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追落后 那至于你说华泰 或者像昨天我一股推介的一种说法 那属于一些叫内地或者中资的券商股 那它们看的就反而看A股的成交 和A股的两融的表现 那你见到这几天的 就是内地两市业务成交 平均都有五千多亿一日 那两融原额也都是今天 创了一个就是两年多的新高 就去到1.06万亿的 那昨天都提过的 如果你说成交又增加 配合了两融的上升 那就是代表券商在那个经纪的佣金收入上面 又或者那个是孖展赚的利息方面 都是可以有一个上升 最重要就是说现在这些股份 股值上面仍然都不算贵的 即使你说好像华泰广发这样升了上来 比起它们之前那些招股价 或者2015年的高位都还是差很远 那还有算那个是PBook 即是市场率方面 现在大概都是一倍多一点点 都比起过去那十年的平均值来说 是为之有个多大的折扬 所以现在想着追落效 或博去再升多一点的话 那券商股也是一个无数的选择 但是其实现在股市那么刺热 除了券商股得益之外 港交所应该都可以反映出来这个股价 但是今天港交所就有些回吐 回吐近百分之一 那美金美琳也出了一个报告 它就上调港交所的目标价去到234元 其实跟现价距离都有五十多元的差距 那还重新港交所的评级是跑输大事 因为目前市场期望是过高的 看到今天成交量又那么多 但是港交所的表现又那么差 是不是它再向上的动力不够呢 其实港交所现时这个股价 对应股值一点都不算便宜 那也都是某程度上代表着市场上面 是预先有一个冲颈 就觉得未来这几个月呢 大市的成交继续会是向上啊 或者就算你不再升也好 但是起码都要保持到呢 可能现在就是每天都有 一千七千八亿这个成交額 才可以做到大概二百九十几元 或者三百元的一个港交所股价 但是究竟你说这一阵的升浪 是不是必定可以在未来这几个月都保持到呢 又或者成交 会不会就说未来跌市的时候 突然之间会收缩的 都会是一个挺大的变数来的 那所以之前经常说 如果你买港交所呢 就真的好看市场的气氛 和成交的表现 只要你说未来有一段时间 那个成交突然之间缩回去 可能每天得到一千亿左右 或者得到一千二千三亿的 港交所现时这个股值 就很难说可以撑得住的 所以我同意美银美铛说 本身如果现时港交所的股值是比较高 市场期望亦是太高 未来的股价再向上的空间 未必说太多 相反地市况一旦逆转 这些会跌下来的幅度 就真的不可以看少的 所以你说现阶段才追港交所 就不是说太过直播了 好啊 接下来也说说希玛 他今天公布行驶超额的配股权 今早一度抽升了两成 高建18.5之后 下午急插跌了1.6 跌了1.6 跌到12.88 希玛这几天好像坐火箭一路一路上升 昨天还升过一倍 但是今天这个表现是否代表着 它那个炒风都止了步呢 是的 今次它叫做行驶的Green Shoe 就是超额配股权 其实牵涉的股份数目 都占了15% 本身由于这一部分的股份 现在批出来的 它的价格都是用IPO 或者两个9的价位来发行 所以变相令到很多投资者 如果你说拿到这一批股权的 它们都可能不想的 即是现价这些位置 十几元这些位置 都照去到套现 照去到沽货 那你突然之间那条街 多了这么多货 沽出来的 那自不然对于股价来说 会有点压力 那再加上 你说对上了几天 这样升了整六倍上来 是不是真的反映着它的基本面 是有一个这么强的表现 或者未来的盈利前景 真的这么好呢 那我都相信很多人都会不同意这个说法 因为这一段升上来 纯粹就是因为 本身那个IPO 刚刚上 本身条街的货比较干 炒供求关系之下 就令到股价飙了上来 但是飙到去接近20元这些位置 那你如果说那些什么PE 啊股值呢 是高度不得了的 那我也都相信这些价位 就不可以或者长期可以保持到 那所以今天终于见到一个散水潮 那通常如果你说那只新股 刚刚才开始散水呢 那跌势就不止说一日的 就是去到下个星期 会不会延续今天这个沽压 使股价可能在未来再插多一层下去 去到10元以下才会有些支持呢 那我相信机会挺大 那所以如果你说现时 才再去到追借稀马 就不是说那么值得住 那相反地 如果你说之前IPO抽了还没放 其实找位去到套盐 或者吃了虎去 就会比较稳阵一点的了 好啊 谢谢Jason的分析 那申报番呢 有没有持有纯述提及股份 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这节目就差不多 我和Jason就聊到这里